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发的菜园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给枸杞育苗 枸杞喜凉爽的气候 耐寒线墙 终于吃可以吃好多好多年 是最值得种植的一种植物 如果您也想种植的话 就跟着小花一起先育苗吧 第一步 如何喝的种子 您可以去超市或者药材店 买一包这样的枸杞肥苗 然后选几地比较大的枸杞 放在温水里面浸泡几个小时 等枸杞皮暖发了之后 剥开它就可以看见里面的种子了 就这样将种子剥种在发盆里 然后浮上一层薄薄的泥土 最后浇套水 我所选用的泥土就是 自己堆制的有机肥加原土 两个星期后您看苗就出来了 再来看看一个月后的枸杞苗 已经长大了好几片叶子了 可以移栽了 看上去枸杞育苗是不是很简单啊 但实际上要想育苗成功的话 需要掌握好种子发芽 所需要的气温条件 种子发芽的最低温度为70摄氏度 最适宜的温度在20-25摄氏度 在此温度条件下 一个星期就可以发芽 近月生长的室温在18摄氏度左右 您可以根据您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时栽种 具体到我所在的温哥华地区 最佳的播种时间在5月6月 最后希望您也育苗成功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以后您就不会错过 网与您分享的每一次节目了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